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艺术对于我们人类生活是不是可有可无 它是我们装点我们日常乏味的生活的必须的装饰品 就是我们装饰房间 我们穿上比较漂亮的服装 诸如此类 或者艺术是不是仅仅是我们宣泄我们的心理能量 心理情感预期出来的那种能量 把它宣泄出来的工具呢 能不能也可以这么用 艺术是不是如同其他游戏一样 是种娱乐活动呢 能不能也可以这么看 把艺术看成是生活的装饰品 把艺术看成是我们宣泄情感的工具 那是心理学观点 或者我们把艺术看成是什么 娱乐 就像其他活动打牌也是娱乐 我用泥土塑造一个人物的形象出来 或者塑造一个猴子 大家看了好玩很开心 娱乐 这种种的对艺术的看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都存在 有时候我们轻松一下累得要死 然后坐在电视剧面前什么 看那种很奇怪的 很用俗的电视剧 但是也放松了 这时候我们不会惯怀其他别的事情 那到数学题还没解出来怎么办 不算 我们先看看他怎么发傻 我也跟着发傻 对吧 这个轻松一下嘛 也什么不好呢 当我们在咖啡馆里聊天的时候 那个老板居然放来到莫扎特的A大调 单黄广一些周曲 他作为背景 陪衬着我们的聊天 咖啡馆老板可以这样用音乐 没办法 我们也管不了 是吧 但这些对音乐的关系 对艺术的关系 错失了艺术的本性 错失了艺术对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 艺术是真理的事业 这件事情我们慢慢会知道的 我们现在是进入了第一讲 讲艺术与真理 我们不讲美与真理 美并没有实体性的存在 不是一个现成给定的 终于被我们发现的东西 离开人类的艺术的心灵 和艺术的创作活动 美是不存在的 美不是包括自然物在内的 那些是外部事物的自在的属性 你如果说动物也能审美 比方说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孔雀 熊孔雀 开出那美丽的翅膀 然后吸引了它的同类 表明孔雀也能审美 那么以人化 这个孔雀 熊孔雀的美丽的翅膀 有生物学员根据的 是吧 它需要吸引异性 是不是用美来吸引异性呢 它只是被人类的眼睛判断为美的 它是鲜艳的 突出的 与众不同的这一点是正式的 是吧 所以刺恐学就来了 至于它被判断的美是人类的心灵 在做此判断 那么人类的心灵 怎么会做此判断的呢 假如人类没有设计的艺术创作活动 包括非常原始的 在巫术的形态当中展开的 那种对自然物的形象的改变 比方说在这个洞穴的墙壁上画那头 并不是线色的那头牛 那头奔腾而起的野牛 并不是微妙微小的把那头牛搬上去了 它是一种艺术创作最吵的 为了无数多目的而从事的创作 那么在这种 如果这种活动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么我们也不会看到自然美的 我们对自然美的欣赏并不是全世界 人为都一致的 对不对 有时候我到欧洲去感觉到了这个 前两年嘛 我到欧洲旅游 到了瑞士啊 等等 我看到了那个 我感受到壮美的自然景色 那个湖泊 那个山脉 阿尔卑斯山脉 连绵不绝地 这个山顶在这个中年不化的积雪 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冰冷的光芒 好美啊 回来我发现他们总缺少一种东西 你到欧洲啊 自然 你去旅游不是一个要人文景观吗 还有一个就自然景观吗 那我觉得他总缺少什么 那种惆怅哀伤的自然景色 那个杨柳啊 在河边 在烟雨朦胧之中 这种美它没有你 你们到欧洲发现过吗 没有 在中国有吧 有 所以这个什么叫自然美 也没有什么统一的东西吧 但是它会唤起 比如我一直在想 洋冷到中国来旅游 我讲的是洋冷啊 不是东南亚人啊 那么他们来到中国旅游 看到中国的这个水箱啊 这个不断地被写到 中国古人的诗和池当中去的 自然景色 他们会做何观感呢 会不会想到道价 还有残意 诸如此类呢 有所不同 所以没有什么自然本身的美 自然界本身无所谓美 或者不美 对不对 人类艺术的心灵 艺术的心灵是精神的心灵 不同的民族 还有它不同的精神传统 所感受到的自然美 有所不同 不同不等于不能交流 是吧 我们也欣赏了西洋的绘画 或者音乐 西方人也欣赏了我们的绘画 或音乐 诸如此类 所以我还是在说一件事情 就是艺术 艺术的心灵 让我们有对事物的美的感受 包括自然物 这个枯藤老树昏鸭 美了吧 老外想为什么枯了就美了呢 这枯藤还不好看啊 树还老了 老是什么好 那个鸭还昏 我们下次美了 来了吧 中国人的心灵 中国人的艺术心灵 对不对 不要撇开人类的艺术心灵 来谈客观的美 所以我们还是做艺术哲学的讨论 不做传统美学的讨论 就这个缘故